我很幸运 很感激老师 不是老师的教诲 哪有今天 没有老师的教诲 我不认识佛教 我总认为佛教是迷信 是宗教 没有这个意念 去碰他 观光旅游寺庙 我都不进去 那以前是那样的人 我学佛 很多同学都知道 方东梅先生介绍的 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 他在最后一个单元 跟我讲佛经哲学 我才晓得 佛教不是宗教 佛教是什么 佛教指这 这他老人家告诉我 开中民意 三句话 他说话不啰嗦 我提出我的看法 他说你错了 你年轻 你不懂 摄加摩尼 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是这样才转过来的 这话没人给我讲过 转过来之后 确实很幸运 我认识了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邻居 各几家邻居 他有个小女儿常常跑到我们的院子来玩 看到我桌上摆的佛经 我那个时候还有小香炉 烧一炷香 看经 没供佛像 这个小孩的时候回家告诉他爸爸 邻他爸爸来看我 我知道我修佛很欢喜 他说你要不要一个人指导你 我说要需要啊 我刚刚入门 很多东西不懂啊 他说我给你介绍个老师 我说哪一位 张家大师 我也不知道张家大师是谁 他就带我去见面了 哎呀 跟大师非常有缘分 所以这样子认识张家大师 以后大师很慈悲 每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 一个星期见一次面 我佛学的根底 张家大师顶顶顶 我这个行业是他老人家指导的 他叫我出家 叫我学释迦牟尼佛 所以第一本看的佛书是他指导的 叫我看释迦牟尼佛 释迦方志 告诉我 你要学佛 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 你对他认识不清楚 你就可能要走冤枉路了 那现在人家 你要走很多万路 这个指导也很特别 所以我是从释迦牟尼佛传记 从这看起的 知道他是王子 知道他年轻好学 19岁离开家庭 出去参学 就是出外学习 当时印度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学派 他都接触过 都去参学过 12年 他30岁的时候 大概印度所有的高人都见过 他的问题没能解决 最后就放弃了 到这个毕波罗书 就是菩提树下 他做 万元放下 12年所学的也放下了 放下所智障 这才大彻大悟 明心见心 我们讲见心成佛了 成道了 30岁 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 第一点我们要知道 教一辈子 79岁 元吉 元吉在树林里头 不是在房子里 一生 你看 树下一休 日中一时 脱波 做给我们看 真的放下了 王子 他要不出家 他是过往 过往不要了 明文立阳 统统放下了 多自在 每天教学不宜落户 居屋定走 那哪里有缘 哪里去 不是在一个地方住的 天天换地方 对于任何都没有留念 这是他老人家的神教 今天是野人教 我们真正了解之后才晓得 摄加摩尼佛跟宗教疯马牛不相关 他不是宗教 你要看他的传记 他是个教育家 像中国孔子一样 有教无类 不分国籍 什么国家人 他找他 他都教你 不分种族 不分信仰 无论你信仰什么宗教 并不是叫你改信 没有 没有 摄加摩尼佛是教育 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修习 像大学一样 不需要改变 所以今天你们看到很多 佛罗门 这是变形外道 这些一类 他们都是宗教 宗教里面的身份 跟释迦牟尼佛学习 做释迦牟尼佛弟子 正阿罗汉国 正菩萨位 他还是婆罗门 他并没有离开他的宗教 那佛法里面 菩萨 佛 菩萨 阿罗汉 这是学位的名称 就现在所谓的 波斯 学士 说死 你是基督教的神父 你在大学里 拿波斯 学位很多 那个神父 是波斯 佛陀是波斯 菩萨 是说死 阿罗汉 是学死 是佛我们三个学位的名称 这个要懂得 现在都没有人 也没人知道的 也没人家 这迷得真实 迷得太久 迷得太深 造成社会严重的误会 这么好的学书 不肯学你多可惜啊 真能解决问题 解决我们生死 大死 帮助我们 永远脱离六道轮回 这种学问 在世间找不到的 你是多可惜